温宽 我想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在酒吧 见到过李达明 我还收到了一杯酒 说是给我庆祝生日的 应该是他送的 是他亲自送的吗 那倒不是 是一个服务员 不然我也不会没有防备 照片的事情 已经查清楚了 包括网友犯出来的消息 都是李达民搞得过来 正好呢 就是根据网友爆出来的 正好 就是根据网友爆出来的一张照片 找到了这段视频 我才知道 那天晚上我在酒吧 不是单纯喝醉了酒 是被人下了药 这么些年 是我误会你了 还把你赶出了家门 单凭手上这颗痴的话 是很难找到这个人的 那天晚上在酒吧 你还记得多少 那天是我过生儿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我才知道已难 岂已难 跟着公司里的叔叔伯伯 去酒吧见客户之后 我去酒吧找他 打算回家后跟他一起 过生人 但那晚我没有见到他 没有 没见到 没有 亏你还特意营造了二人视觉 你还给家里阿姨都放假了吧 我那不是以为 你在国外交流回不来了吗 没想到你不但回来了 还喝了那么多酒 青春 青春 你还据你 你还据你 898 005 001 01 00 f3 1 42 005 002 008 001 008 002 008 009 005 005 002 006 005 005 009 007 002 005 008 006 005 km perto 那天晚上的事 你就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有没有 你没有看到是谁送我回来的 那天晚上 我听到有关门的声音 然后就去你屋里找你 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想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在酒吧 见到过李达民 我还收到了一杯酒 说是给我庆祝生日的 应该是他送的 是他亲自送的吗 那倒不是 是一个服务员 不然我也不会没有防备 那天 秦以南应该也跟李达民 一起见的客户 他发现了什么吗 还是你在酒吧有碰到他吗 没有 他说他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哪儿了 秦南哥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昨晚喝酒了 我没事 对了 昨天晚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 我出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 你还给我发了信息 你看 可能是我喝太多了 一点都不记得了 苏贞念呢 他不是也回来了吗 他走了 以后不住我们家 那时候我认定是你做的 所以很多具体的事情我也没有多问 那时候我认定是你做的 要不我再问问 那时候我认定是你做的 明天上午有时间吗 我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说 个方面 我坐在哪儿了 不是 我以后四季 privilege 谢谢 谢谢 谁说我是单身 我男朋友之前在国外 他马上就回来了 还有上次让你帮着挑的礼物 就是送给他的 人家对我这么好 我要是一点表示都没有的话 心里过不去 人家 就是我那个房东 什么房东 和租客勾勾勾搭搭的 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 也许只有那种无知少女 才能上当受骗了 瓶颈期请假两天 小可爱们多多留言 激发老造的灵感啊 磨磨蛋 再写这些没营养的 信不信我举报 夜色美得惊人 舒均心坐在车内凉久 繁甲的心血稍稍缓解 才从车内走出 随即她的脚不停住 关车门的手也停在半空中 离她不远处 是有些颓废的颜织员 在看清颜织员微红的眼角时 舒均心不再犹豫 大步上前 一把将她拉入怀里 颜织员抬头 不顾一切地准备朝舒均新闻去 疯了 我居然在精神上出轨我的CP 我怎么能做这种事 三零二名是您好 很抱歉这么晚才回您消息 先前房子托管给中介公司 现已到期收回 所以续租合同将由我和您签订 不知您明日下午五点是否方便 我记得小区外有家不错的咖啡厅 我方便呢 到时候请您喝咖啡 那这里我只能当面所了